http 请求盖出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 Node.js怎么去处理http的请求 这块其实还是算一个基础知识 就是我们上一节是一个 从一个chrome访问百度的一个实例演示方面去介绍 然后这一节呢我们就 通过Node.js的携带码去介绍 因为上一节我们介绍 其中一个部分叫Sero端如何处理请求并返回这一块是一个空外 是一个黑盒没有介绍 那正好就趁着我们现在讲这个Node.js处理请求呢我们就 把这个空白给补上看一下Node.js怎么去作为Sero端来处理http的请求 它主要包含几个部分就是Gate的请求怎么处理以及这个Gate的请求这个常用的querystrain 就是所谓的URL参数 讲到URL参数呢我们就能想到我们当时在做技术方案的时候 我们在讲list的接口的时候要传两个URL的参数 叫author和keyword 大家忘了没有关系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继续做 然后post的请求和post data post的请求 我们在讲技术方案的时候说过像登录啊 像新增博客 像更新博客 像删除博客都是用post的请求来做 然后以及post data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更新或者说新建博客的时候怎么去把这个标题和内容 通过post data的方式去传过去 然后就是路由 所谓的路由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接口地址 比如说 斜线api 斜线user 斜线login 这些 路由该怎么去处理 这个我们都会去演示 然后这几个演示完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实力来演示一下 NOTAGS处理 HTB请求的一个 常用的几种方式 会有一个不算简单 就是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个综合的实力 那我们详细看一下 这个实力呢 是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当时讲解 通过VSCode来进行 NOTAGS的debug 就是 打断点来跟踪的时候那个实力 就是这个 所以说之前我们写过呢 我们这次就不再写了 虽然 只有简单的几号 我们讲一下 这个实力呢就是 NOTAGS处理 HTB请求的一个最简单的实力 之前曾经出现在NOTAGS 在官网上 这是NOTAGS当时最早的时候 通过这个demo来演示一下 NOTAGS怎么去使用 现在官网上 我没有及时关注 可能没有了 大家看一下通过 requiredHTB来获取 NOTAGS原生提供的 HTB模块 然后呢通过 htb.createServer 来创建一个server 可以返回一个server的一个对象 然后server.listen 就是通过server.listen 来去监听 本地8000的端口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主软器 直接访问这个logohost 然后8000这个端口 然后createServer的时候 要传一个函数进去 这个就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那个new promise 我们创建一个promise的时候 也是传入函数进去 大家看函数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request 一个叫response 最后呢是response.end 然后hello world 一个称呼范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上一节我们讲的那个chrome 访问baidu.com的那个例子 我们当时说 在浏览器的右侧有三个 可折叠的地方 一个叫general 一个叫request 一个叫response 我们当时说过 扣端向服务端发送是request 然后服务端返回是response request呢可以通过这个叫req 来间歇 response呢可以通过res来间歇 我们当时是说过这个问题的 大家如果不记得的话 你要回去再看一下 刚讲完不久 然后这儿我们就用一下 这两个参数req和res 其实就是request和response request就是 我浏览器发送过来什么东西 response就是说我这个服务区 要向浏览器或客户端返回什么东西 至于request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先不用管它 我们现在用不到 然后response 我们现在可以用到一个叫.end .end就是结束了 结束的时候呢 伴随着什么呢 伴随着我要返回一个 hello world 自无串给客户端 这样的话就结束了 就是 这一个 现在我们暂时还用不到 所以说我们soro端 经过五行代码 我们这个soro端处理 请求 特别简单 来了之后 不管3721 直接给你一个hello world 这个自无串去返回 这样的话 启动这个程序 我们去访问 把今天的端口 大家可想知返回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hello world 自无串 浏览器上显示的肯定也是 hello world 的自无串 这个我们先不演示 我们后面有例子 一块去演示 最主要的通过这个例子呢 你看清这种结构 就是我们 所有的node.js 处理 htb 行求 都是这么一种结构 首先要require它 最后要去listen它 listen它 要填一个端口 然后中间要create server create server 要传入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呢 第1个参数就是request 第2个参数就是response request就是客户端 传过来的什么东西 response就是服务端 要向客户端返回什么东西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实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gad 请求怎么处理呀 首先 gad 请求呢就是说 就是客户端要向sever端 获取数据 比如说我们要查询一个 博客列表 我们要查看一个博客的内容 这都属于一个获取 所以说这是gad 请求的一个用意 这个不要乱用 然后一般是通过这个questrain 所以questrain就是那个url参数 来传递数据的 比如说 什么叫url参数呢 我们访问a.html 然后问号 a等于100 and b等于200 大家应该都特别特别熟悉了 不管你是 之前做过前端还是做过后端 这个应该是特别熟悉 我就不用再讲 然后浏览器直接访问 就发送我们gad 请求 就浏览器中直接去访问 就像我们 之前演示的那个 Chrome去访问 百对点charm 我们也看到过 他发送的确实是gad 请求 浏览器这些访问 就会发送gad 请求 那怎么去发送post 请求呢 我们 等会再说 我们先说gad 请求 那我们就看一下代码 这个代码呢 是在刚才的技术上改的 没变的地方是什么呢 没变的地方第一行没变 然后这个create server 这一行也没有变 最后这个listen也没有变 第二行引入了这个crystrain crystrain也是 RGS自带的一个模块 它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 意思就是 它有一个crystrain.pass crystrain.pass crystrain.pass就是把一个字符串 一个 A等100 and B等200 and C等300 这种结构的字符串 转变成一个对象 然后把它复制 request.query 然后最后 response.end response.end 才有返回一个字符串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去 json.strain.fine 这一项 然后把它变成字符串 变的是什么呢 变的就是 request.query 因为它是一个对象嘛 这个刚定义了 然后我们重点看一下第2号就是 request.method 我们说个request是什么 是客户端发来的什么东西 它里面又包含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request.method就是 我们客户端是用什么方法来请求的 我们这肯定是用get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该的请求 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大写 然后request 叫url 就是获取一个完整的url 然后我们把url 通过问号进行拆分 因为问号前面是一个 问号后面是一个url参数 我们把后面的拆出来 通过request.part 一转换 把它复制给request.query 因为这个request.query 一开始它是 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是在这儿进行的一个复制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request.query 给它 作为一个返回 然后去listen 8000端口 这个例子呢 我们有必要去演示一下 我们建一个空白的文件夹 这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 按照惯例 我们可以先去npm innate一下 因为后面我们可能会安装那个npm的包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我们可以先去 innate一下 然后innate完之后呢 我们打开代码 看到这是那个package.decent 然后称名是index.js 那我们就 按照惯例 我们应该写一个app.js 我们改成app.js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去创建一个叫app.js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去演示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代码 之前已经讲过了 所以说我这就 以写为主 大家就跟着我一块写 跟不上我的写码速度呢 大家就先 简单的暂停一下 当然我写码的速度也不是那么快 得益于 vascode给我一个提醒 所以说我就上写很多东西 atdp.createServ 里面有一个函数 第1个是request 第2个是response 里面我们先不写 然后最后呢 这个地方写多少都无所谓 比如说我们写3000也可以 我看到好多demo都写3000 然后我们 打印一下console.log 打印一下request 第2 mess的 我们希望打印的是什么呢 打印的就是get 而且是大写的 然后我们再 获取这个url request 第2 url 这我们不妨要打印一下 为了区分呢 我们可以 在这里方加一个区分 我写好吧 这样的话打印的什么东西就一个区分开了 然后request.query request.query request.query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 因为request是个对象嘛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 给他 新建一个属性 然后 querystrand.pass querystrand.pass是什么呢 url.blate 我们就找到这个 url 文章后面的内容 然后直接给他 点pass 把它变成一个对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query 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 response.end 点end里面呢 我们要通过一个 json.dlstrandify变成soulchart才行 我们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呢 可以通过 运行 我这儿是v11的 没有关系 nodeapp.js 这样的话他没有返回 没有返回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 request完之后我们 按道理应该是加一个 简单来说 OK 8000 不要小8000 就OK吧 OK就证明是request成功了 好我们重新 来一遍 写了OK list成功 然后我们到了网站7 访问8000 大家看一下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 这儿要加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访问的是 8000 API blog list 访问的是这个 大家看 还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获取的是什么 获取的是query query没有 但是我们看后台 我们清空一下 重新访问 method是什么 是get 然后url是什么 是API blog list 因为我们 在这访问的就是这个API blog list 然后query query是一个object 是nine 是什么都没有 最后我们返回的也是一个空对象 是吧 但是我们这加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加上一个 author 等于 张三 and keyword 等于 A 回车 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author 等于张三 keyword 等于A 这个地方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给大家念一下 应该就明白了 author等于张三 keyword 等于A 然后我们可以 看一下控制台 我们 清一下 重新刷新 method 等于get 然后url 等于整个的这个url 就是从API blog list 然后通过问号 然后后面 author等于什么 按的keyword 等于什么 完整的就是url 然后因为我们是通过问号 去拆开的 拆到后面这个部分 作为querystrain query是什么东西呢 query就是这个对象 author等于张三 keyword等于A 最后返回的是 自乎串 就是反系列化之后的自乎串 就是这个 json.strainify之后的自乎串 我们返回的是个自乎串 然后给了这个浏览器 浏览器就显示自乎串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get url等于firm icon ICU 这个东西呢 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 我们之前在讲 VSCode进行断点监听的时候 也讲到 它其实是浏览器 自己发送的一个请求 通过这儿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刷新呢 它其实发送了两个请求 第一个请求 是这个页面的请求 第二个请求呢 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浏览器 要获取这么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它要放在我鼠标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谷歌的应用商链 它左边有一个 这个小东西 谷歌的这个网站呢 左边也有这么一个小东西 包括百度的什么都有 我们这儿没有 是因为这个请求没有返回 它其实是浏览器 会去摸摸访问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放在这儿 做一个网站的一个唯一标示 所以说它有访问嘛 只要有访问 我们骚扰端就会有处理 只不过是我们这儿没有 做任何处理而已 到这儿呢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整个的 Gate请求的处理 以及这个 UIL参数的一个获取 然后例子呢 也演示了 并且演示了一个 Node.js处理 请求的一个 最基本的方式 那我们这节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